可以解釋到這裡 脊椎指上腰椎跟腱椎,那胸椎跟脊椎的部分 那個脊椎的部分我們有講說 那個會跟你的判斷有關 肩膀會跟你的承擔有關 那因為胸椎這一段好,很好 這個因為比較少會去注意到 很好,所以你們要 有時候要問一下,劉皇師就要把你們點進去 他這個心有問題在胸椎 通常我們這樣去感覺一下 其實他除了腰椎在這個地方 腰十二分腰椎之外 大概是胸的三四椎 所以在心厚的地方有一個壓迫 這個都可以看,如果他願意 不管是脫不脫衣服都沒關係 但是脫衣服要多收錢對不對 一百五十 放什麼我們就要帶一個褲椎 他要去那邊看 一個一千 這個可以摸得出來 所以我們後來這個師兄在問 背這一塊,他會跟驅策力有關 驅策力有關 就是別人要求你的那個部分 也跟自我要求的部分是有關的 所以如果你是背這個地方 會感覺到有時候壓力比較高一些些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有這樣的信念 就是別人叫你 不是你自己主觀的 會跟這個地方的壓力有關 這個大概在情緒上的解讀 會是這個樣子 這個因為我臨床上 比較會有這樣的困擾 所以這個我比較少談到 今天幸好你問了 不然這個東西就掉了 別人要求的自己不得不做 對對對 那算不算壓力 算 當然算壓力 這個都會有一個能量狀態在這裡 不好意思 你剛一開始的時候有提到說 那個家人有沒有來 你都可以感知 那我很好奇 我先生沒有來 你可以把它看一看嗎 可以 但是這個要留到後面 因為看個案會花我的時間 所謂時間就是我必須很專注 因為我們現在有其他的同學在 那這個部分我可以幫你做服務 沒問題 不然就看我講 如果那個時候剛好有個空檔 不知道講什麼 那我們就趕快把這個墊上來 沒有問題的啦 那你們會不會很好奇 剛才我們講說 那只有你會啊我不會 請問在場的有沒有哪一位先生還是小姐 你對氣很有興趣 有興趣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跟隔空有關 隔空你們聽過嗎 有齁 那你們會不會 你們剛才有看我這樣子嗎 你知道我在幹嘛嗎 有沒有中醫在這裡啊 我在把脈 我在隔空把脈 我跟你講這個大概 也很少人會啦 你們大概沒有聽過啦 那個以前我們清宮的戲有沒有 他們那個後宮的皇帝娘 他們會拉一條紅絲線對不對 然後那個浴衣就把那個線 我說好厲害喔 隔那麼一條長長的線 他能不知那個皇帝娘怎麼的 我跟你講齁 我們現在不用紅絲線 要不要學 要不要學 這個算廣告啦 那這就是 這就是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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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一次,每一場的真相書演會都要來聽 我們的主持人藍小姐就會跟你講說 鍾師兄什麼時候會再來? 這不就預告的,只能夠前一場知道 你只好來聽,不然就沒辦法 我們教歌空感知好不好 有沒有去看露西? 有 露西跟我們現在在做的是一樣的東西 露西的那部電影我大概看的全部都明白,我很感動 盧貝松我以為他只是一個很寫心的導演,竟然不是 露西上面所演的東西,你們問我我都會跟你講怎麼做 知道他的想法,知道他的氣場 一開始走出醫院的時候 然後他可以在那個人的身上讀取別人的訊息 那個就是一個訊息波的一個解讀 現在我們正在穿越這個東西 差不多快到了 講太多,就是因為要稍微把時間拉長一點 好,來 我們來教那個歌空感知的部分 很簡單 很簡單的不得了 你只要把兩個手一攤 你只要把兩個手一攤 你想要知道誰誰的氣場就在你的面前轉 講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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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感覺到你的前面有一股氣場 他絕對不是你坐在前面的那一個人 像我們這個之前他要知道他先生 他只要把兩個手一攤,我要知道我的先生 然後呢,你就可以去慢慢的 我們這個叫化氣 這個叫化氣 你就可以感覺到你身體上有一股很清楚的能量產 在這個地方轉 那然後呢,一樣 就是像這樣子 你可以去感覺到他什麼地方順 什麼地方不順 那然後呢,去做出解讀 跟你講,我很喜歡教啦 我知道你們怎麼做解讀 不知道啦,對不對 但是你們都不知道怎麼問嘛 要不要知道 你知道齁,我們這種實力派的老師齁 就是要人家鼓勵齁 所以 這個是什麼 植物啦,不是動物啦 蘿蔔嘛,對不對 阿有寄成語跟蘿蔔有關的是什麼 一個蘿蔔一個坑 是的 所以你說你要嘛 那個 達摩祖師傳醫過的時候齁 他有四個弟子的樣子齁 筋骨皮嘛,對不對齁 那你看看今天晚上禮物很大齁 一個蘿蔔一個坑對不對齁 第一個 當你把兩手一攤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你身體上能量的流動 好 好 我的朋友 很可愛